开玩意做什么呢 爆炒牛蛙 真专业 牛蛙都会做 牛蛙先过个油 还要先过油 对 一定要拿猪油过 油温不要太高 一定要控制在132.58度 多一点 少一点都不行 果然够专业 对 你看 牛蛙然后油红变白 这个过程就已经差不多了 牛蛙这个时候只有6番薯 好 出锅 油温是怎么掌握的 油温主要就是凭经验 靠自己一起看 多一个 手一个都不行 这绝对是大神级的 对 好嘞 加上油 来上姜 这个牛蛙是比较吃料 然后来上大蒜 已经闻到香味了 香味四溢 是吧 这道菜已经成功了 这条街十里八香的 都能闻到 我在这炒菜的时候 我觉得是 小伙子能吃辣不能吃辣 你说放多少就放多少 一般情况下就放这么多 不能太多 这道菜 这虾子果然到味 这个是鲜辣椒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黄辣椒和绿辣椒 还有灯笼椒 主要是这么三种椒 这是我见过颜值最高的菜 是吧 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叫紫苏牛蛙 紫苏爆炒 紫苏下锅 就是这种紫色的 增加点清香的气息是吧 对 就是这样 好嘞 再来上一点锅边油 这道菜主要就是油水比较多 锅边油都知道 一般厨师都不懂 对 在这条街炒了六七年了 吃过的都说好 说不好咱那些都不在呢 谁说不好我跟谁急 对 这个时候再来上一点 再加辣椒 再加上一点小蒜苔 蒜苔 都是千年新长的 不用放牛蛙了 就这么吃我都能吃俩馒头 是吧 这个时候牛蛙下锅 这是公牛蛙母牛蛙呀 有公也有母 三比二的比例 讲究 主战 它的小颜色 这小感觉 这小色泽 好 开始加调料 味精不能太多 158粒 专业 专业厨师都放这些 就是再加上一点盐 盐这个时候不能太多 一点都不厚的慌 蚝油 蚝油是提鲜的是吧 酱油 来点酱油 上点色 对 这么专业的厨师 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了 是吧 这种小感觉 这种味道 非常漂亮 公司多少钱现在 老板 你得问老板 公司多少钱 它应该只有六千 六千块钱一个月 哇塞 我都六千工资了 包吃还包住 对 包吃还包住了吧 对 包这么黑不用了 老子好 带给您安排和老婆 真的 我也一样 这个还没有 好了 这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前来上一把 灵魂的小青菜段 你看 公司山上踩着小野青菜 这就叫色香味之铲 是吧 说的就是它 漂亮 这种优秀的厨师 六千我觉得少了 是吧 我也觉得老板 他的价不合理 哎呀 我有可能会跳条 哎呀 炒别的菜吗 老板来 你看 就这个菜怎么样 可以 老板尝一下 可以 再涨一千吧 再涨一千吧 有七七八了 哎呀 开心了